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早上几乎雷打不动 雕仪都会准时去购买食材 然后回来做包子 雕仪制作的是老式手工包 用这些包子就是为了那个厨房找到 找到一个美根北断的有重要的呢 可以用这些包装这些包装这些包装 跟人帮人靠港幺床不够 想到就是有个重要的呢 雕仪的包子有多种馅料 而且都很有潮汕特色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 竹笋香菇包和沙茶猪肉包 沙茶猪肉包 还有一位兄弟叫沙茶短豆包 所谓的短豆就是四季豆 这款包子承载了雕仪母子满满的回忆 一位兄弟叫沙茶短豆包 就是这样子承载了雕仪帮来 他就要吃饭了 他就要吃饭了 后来人家沙茶短豆包 就像沙茶短豆来吃饭了 吃饭了 就像沙茶短豆吃着好吃 我只是在做这个沙茶包 就像沙茶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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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个沙茶短豆腐 就像沙茶短豆腐 这个包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 那包子上面呢还有标注上面写了一个短豆 我也经常吃美食啊 但是没有见过馅料是短豆的特别的好奇 于是呢我就请教了这个阿姨 阿姨告诉我说 咱们潮汕地区啊管四季豆就叫做倒倒 所以呢这个里面包的呢是四季豆 为了这个街坊邻居啊 大家都能够知道这个包子里面包的是什么馅料 所以呢这个包子叫做短豆包 热腾腾的 来一口 这个短豆包当中呢 这个四季豆啊它的口感是水嫩带有脆 那豆香味是比较明显的 应该说火候掌握的也是很好的 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包子它是属于咸香当中带有鲜美的滋味 那这个鲜美啊就来自于虾苗的这样一个辅助 所以呢这个包子吃起来真的有别于怎么北方那种包子馅料的味道 鲜美还喜欢将一些传统的潮汕食材融入到包子中做成既有创意又保留着传统味道的包子 这款包子就可能是您闻所未闻的 它的馅料竟然是猪皮 而且是包过的猪皮 我们自己都得到就是 ут数到这个 直接的鲜美的这个就是 我们的鲜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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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写到 把鲜美的鲜美的鲜美的鲜美来到过去 来跟到的 昨天我们的鲜美的鲜美咸 这些鲜美的鲜美就是 我们的鲜美的鲜美的鲜美 就是四季熬农地 鲜美的鲜美的鲜美 或者你吃饭的鲜美 超 foreground 高卷 10 e 公歌 10 似乎 6 似乎 10 似乎 4 似乎 10 似乎 10 似乎 20 21 20 如果是在我一家家家裡 要拿來吃東西 不像我一家家家在那裡吃東西 我就是吃東西吃東西 要來一個特色 這個包子的皮很大 炸過的豬皮 QQ彈彈的 搖起來的時候呢 你還能夠感受到那種脂香 但是不油膩 另外充當配角的這個香菇 在包子当中呢 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了 因为有香菇的这种加入之后 这个包子就会发现 它的香气非常浓郁的 猪肠炒酸菜 是经典的潮汕家常菜 而这道菜竟然也被雕仪 纳入了包子当中 看来真是一高人胆大呀 在这个包子铺 我发现万物皆可做馅料 比如说这个里面 猪肠 阿姨告诉我说 这个地方的猪肠呢 选的都是猪肠头 一口下去就感受到了 潮汕地区特有的一种味道 猪肠酸菜味啊 对于生活在潮汕的朋友来说 这个味道特别的熟悉了 其实乍一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馅料的颜色呢 是偏深的 但是你品尝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这个味道呢 一点都不咸 问了老板才知道 它在卤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放酱油的 只是增加它的底味 就用像花椒啊 八角啊 桂皮等等这些食材 就是跟咱们的卤鹅的 这个味道 完全是不同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里面的猪肠呢 它的火候控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软 当中呢 它还带有点脆 但它并不是很软烂的一种口感 正如潮汕菜 不能缺少甜品一样 在雕仪的包子店里 我们也能找到甜馅的包子 鞍春蛋芋泥包 馅料的制作借鉴了潮式甜品 芋泥白果的做法 鞍春蛋先用白糖腌制一天 然后采用可烧的方式 在农糖浆中熬煮 使鞍春蛋湿水收缩 变得富有弹性和嚼劲 一连说了几个包子的内在核心 咱来点评一下 这个包子的外在容颜 这个包子的色泽呢 是呈现的是有一点点微黄色 实际上这才是麦子 本该有的颜色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包子 一咬下去的时候呢 它会慢慢的延展盘开 那这个呢 就是用了这种北方的 这种老面去发的 这种包子其实对于肠胃功能 相对比较弱的朋友来说的 多吃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 就是你在嚼的过程当中呢 是能够感受到这种麦香的 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包子的皮啊 一吃就非常的 咱们潮善地区 为什么呢 它相对来说会偏甜口一点的 但是甜咸搭配啊 才是让很多人 欲罢不能的一个原因了 说到阿姨手中的传统潮善面试 在乌桥这个片区呢 也有一家历史悠久的饺子店 它也是有一位阿姨开的 位置呢 就在光华桥下的三马路路头 就是在狡猎以后 历史悠久的 在六點開始 開始做三十 做到明天三十 有好多人吃的 沒有當長的東西 就做什麼就開到不一樣話 吃的就不一樣話 就能夠請他們做事才六九大 我们现在在婴儿的一hir之导 apolog 长大 这次冒 stepping下 这次冒手 zaman 这次冒手会这样感到 至于派写 他冒生直接有避免 当年才陪他 所以冒着离家 孩子就累死了 这次冒手 一天是很多人在 现在很多人都在 就是不过来的 這村人是從三年子英 就是吃 吃就吃到北京 來沉水和流以外 就不吃到沒有 就去家裡 就嚇到北京 嚇到北京 嚇到沉重 香港的北京 更少 年輕人 在九屁後 長十多年 就嫌棄了 我嫌棄了 我嫌棄了 你的腦袋 其實是在九屁後 就是在九屁後 整個腦袋 都嫌棄了 我嫌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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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煮料猪肉之外 潮汕的饺子一般还会加入特殊的配料蝶腐 蝶腐就是晒干的比目鱼 它浓缩了鱼的鲜香和大海的味道 加入肉馅之前蝶腐必须经过油炸 在油脂高温作用下蝶腐发生美拉德反应 颜色逐渐变为诱人的焦糖色 空气中弥漫着美妙的香气 让人闻着就幸福地想转圈 炸好的蝶腐碾成粉末 虽然包在饺子里有些不起眼 却能极大的丰富味觉层次 成为饺子的灵魂 看着蝶腐末的肉馅随着筷子轻轻一点 落在饺子皮上 一卷一折 饺子就成型了 不一会儿 竹筛上元宝般的饺子便满满当当 店里的饺子有三种烹饪方式 汤饺 炸饺和煎饺 汤饺的汤底用的是煮肉饼和肉丸的汤 在夏点潮汕家常调味料冬菜和葱猪牢 简简单单就是一碗热乎乎的汤饺 汤饺的汤饺 一口下去啊 那种浓烈的那种霸气的香气直接冲出来了 那这种香气会让你觉得特别的一种愉悦 那它这里面呢放了一种叫做蝶鱼斧的一种食物 这种香气真的会让你欲罢不能一直在口腔当中缠绕了 猪肉呢很新鲜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馅料给的是特别的足 分量够大 吃起来感觉真的是好拔嘴啊 至于炸饺和煎饺就得看时刻喜欢的火候了 先过水去掉浮在表面的面粉 炸的时候才不会糊底 用来炸的油也有讲究 林姨选用猪油 这样炸出来的饺子会更香 面前这个色色金黄看起来很诱人的这个饺子 就是炸出来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让你来听一听它清脆的声音 言归正传 这个面皮呢是香酥很爽脆 它呢除了这种油香以外呢 就是里面的肉的这种香气 还有呢就是蝶腐的这种香气 它这种香气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饺子吃了肯定会上瘾 怪不得很多人说 这个饺子吃完了一个接一个 看样子是有道理的 这个油炸过的这个饺子呢 还能够品尝到的就是那种新鲜的猪油味啊 潮汕人特别喜欢这个味儿的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两家 一个是包子 一个是饺子 喜欢吃面食 特别是对馅料啊 有点研究或者是偏好的人的话 那可以来尝试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日夜汕头优选宜宣 再次非常感谢宣宣地产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 让我们一同跟着橄榄台的小姐姐 去南澳看看 那里都有些什么样的特色菜 南澳 似乎总与海鲜息息相关 实则它的山野间 孕育着各色质朴的食材 哇 我们被出瓜包围了 这个瓜好像刺猬啊 有好多好多的小啾啾 因为紫针口鬼是往南澳 特古的白猪口鬼 接口每口 会跟美费是好 吃花存在阵压 六次 才消失了 浪力的三个风 九六个风 大胸就来 大胸就来 跟着其他 过足有大力 力比较高 吃的口感比较好 这个猪瓜可真不错 走 去市场割筋肉 行啊 有猪瓜在 吃再多的肉都不怕胖 天啊 我想要不要跟您来做口鬼煲 这个做口鬼煲啊 这个老人的费是好 就是含口鬼 但是下去煮 吃到白鸡 白鸡 这个是这样煮的 那么多 费是香 咕咕咕 老板 我们带了猪瓜 还有五花肉 那我们就来抓个猪瓜 五花肉包完 好热 好热 这个猪瓜五花肉包 猪瓜跟猪肉呢 切了大块的 它烧炙的时间就长一点 比较软 还要加一点高汤 吃起来比较香 五花呢 本身有一点汗 加一点蒜头 种很香 再包入食杀的食材就好了 来 哇 让我吃起来 哇 长错 哇 试一下这个五花肉怎么样 很香 这个五花肉同次很丰富 口感也是肥而不腻的 咀嚼着源于山野的清新活力 暂且忘记繁忙的生活 做一枚愉悦的珠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